這個不是主鬥燃鬥機的問題 這個是一國屬的問題 如果上年的教會普查 你都可以看到過去五年的香港教會的年輕人 投身得真是五年中的 你不要動手 你報警 我們已經報警 你不讓人走 你現在報警處理 你不應該算推人 我們已經報警 你報警就不要再推人了 不公義的地道 公平應該只有地道才有 公平公義明確實 剛才你說到五月大會決定了抽籤 但現在的抽籤變了什麼 變了大圍標的抽籤 變了西選的抽籤 變了小圈子的抽籤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經過諮詢 你講了這麼多諮詢 有沒有經過諮詢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中改革派信徒的節目 《門徒公義》 今晚是第150集 有我Harvey 還有Eric Cott 還有Oreal 大家好 我們三個好像第一次 首次一起攜手做節目 我第二次 你第二次 還有我們三個首次 在這個新的沙田地方 一起錄音 今晚也是一個很新穎的嘗試 說明先 因為其實我還在病 聽到我的聲音 其實到現在還沒好 所以今集就靠兩位 所以Oreal和我 趁你病 就不要拿我命 千萬不要拿我命 真的 好了 因為剛剛都過了7.1 7.1 也很多事情發生 今集會講一個抗爭的主題 主要會分享兩套 和抗爭有關的紀錄片 先說一下剛剛結束的7.1 其實今屆7.1之前的焦點 就擺放在哪裏 起步 以及如果你在中途加入的時候 警方之前很高調威脅 你中途加入就不行 就當你是非法集結 這個說法到現在還是覺得生氣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規矩 當然最後就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Eric那天7.1在銅鑼灣 是嗎 是啊 你的觀察是怎樣 今年也挺有趣 因為以往我一定會走 今年是刻意不讓自己去走 真的觀察 但我到現在還沒想到自己要這樣做 但那天你是出了銅鑼灣 是的 我直接去到 但只不過我不參加 其實我那群朋友都已經在裡面走 有些是故意要中途加入的 就看看警察會怎樣 但你當時是心情 我選了第三種選擇 又不中途加入又不走 觀察 觀察 那你當天在銅鑼灣的觀察是如何 唉 真的 有沒有五萬人 據你的觀察 我中途就走了 所以我想 我看到的人數是不少 但至於有多少 就不想在數字那裡浪費時間 都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今年四個字 佛善足塵 佛善足塵 一如以往 有不同訴求的人 就表達不同的訴求 大會也是一如以往 會有主題 但那些主題 依然還是停留於叫口號形式 我個人覺得今年的口號 年年的口號 真的沒有什麼 真是口號 但今年的主題 是真的 完全很離地 我覺得 離地啊 對 結束一黨專政是說六四 我不小心 我看看 是不是看錯了六四的Banner 其實字體也像是 是的 那拒絕香港淪陷呢 即是把六四和七一掛鉤 好 是不是 但六四就口號先走 看到香港淪陷 其實我覺得不像是一個民陣的海報 即是一開始看或者字體 真的不覺得像 你用設計方法來看 是的 果然是設計的人 再說一些我的觀察 接著我一定會看到很多籌款的攤位 看到這些籌款 我就覺得 唉 即是 跟我心目中 想那個七一 變成這樣 那 有點心傷了 好歹 所以 在很失望的過程裏面 被我納到其中一個的攤位 就是一套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的紀錄片 我覺得這次都沒有白去到 講六七報道那一套 都一段時間了 這套紀錄片 其實都一段時間 但是這個真的跟抗爭幾有關係 其實我沒有看這套紀錄片 但是我跟這套紀錄片是差一點緣分的 因為有兩次的那些社區放映 其實我都是打算去看 但是突然間有事就去不到 但是我的朋友看完之後 大家會跟我說 因為它不是劇情片 就不存在是劇透 所以那個 縱使未看 其實那個討論 都是幾 幾透徹幾多 嗯 那有些什麼令到你 是非常之觸動 這一套紀錄片 因為沒有看 我就不說我看 就是觸動 但是我反而這套紀錄片 我想說的一樣東西 最令到我覺得震驚的 還有很多時候我們去看一件事 我們會說你陰謀論想多了 其實這件事裡面 其中一個訪問的人 就交了他爸爸的一個 六七筆記給那個導演 嗯 而這個六七筆記 其實就顯示了 中央最高領導人之一 嗯 其實是完全知道那件事的 嗯 不單單是不知道聽匯報 還是直接指示那件事的 嗯 這個就真是一個很 我想大家 特別是當現在 很多人想去漂白這件事的時候 我想的確很值得大家去看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 是啊 一段時間是香港 叫做近代軍動的 重要的歷史 是啊 竟然在政治的壓力 或者政治的干預之下 竟然可以被消失 是啊 但是這套戲很有趣 這套戲的焦點 大家依然是放在六七這件事上面 當然也會有人提出 這個檔案法 要保存這些檔案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正正 對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提醒 就是不要以為可能那些東西 真是插上 砌到迷身了 一些歷史又找不回 導演是要遠道從洋走去英國 幸好 因為當時那些檔案在英國有Copy 哦 所以才可以 他們是副本來的 我反之只有副本 香港是連副本都沒有 即是我覺得英國是只有副本 是啊 哦 所以由最初導演去構思這個紀錄片 其實他是覺得一年怎樣都搞定 因為他是專業的 他是在港台拍攝紀錄片 結果他要用了四年時間才可以完成這套片 而且他曾經因為不斷有新資料 其實是將那套片是差不多埋尾的時候 因為有新資料就推倒重來 重新再用另一個角度去剪接 去說回這件事 所以我想我都無論如何 一定要找機會看 或者我們可能門徒都試試去問社區放映都可以 都好 反正其實我都未看 是嗎 看就一起搞 怎麼樣 搞大它 都好 大家都看 拿來一起看 聽眾留意 如果我們搞的時候就擁有報名 好 不過我懷疑聽眾很多都已經看了 我懷疑 看第二次也好 都搞 照搞 我都試過有些電影我看十次 照搞最沒人來 至少我們幾個可以看 也是 明目 對 就這樣決定 太好了 可以不會有一個意外的收穫 對 消失檔案 另一套近年都均動的抗爭電影 就是這個 什麼 月黑風高 月黑風高 還是地厚天高 地厚天高 你很喜歡那一套 為什麼呢 我不可以喜歡 但我覺得是要看 要看 其實是要看 是要看 未必是同一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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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看 我也一定會看 這套 我只可以說要看 都是我將要去看的其中一套 好 你看了 你有什麼感受 我都要說回基本上 地厚天高 其實就是新像導演 林子榮執導的作品 林子榮其實是之前也有拍過紀錄片 有套是叫未竟知道的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其實地厚天高 就已經在2017年的11月 在香港已經播過了 其後每個月都會 導演他們都會有些方法 在不同的地方放映 因為始終戲院是不能上這些戲的時候 他們就找地方播放比較辛苦 而我以為所知 他也有些地方播放幾次 例如說 在何文田的兆基創意書院 灣仔的香港藝術中心等等 那 地厚天高其實是說 梁天琦 他在雨傘運動之後 有覺醒 然後再走入本土 然後到近年 他被取消了參選的資格 還有因為2016年 他初一的事件中 要追要被判罪的心目歷程 那 在今年的6月10日 梁天琦就被判 坐六年監 那我看回官方的資料 在6月17日的長次開始 是有五場 特別是有四場 都是爆滿的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提醒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我看完之後 我就叫我一個團友去看 因為他說 都想去了解一下 那一小時後 他跟我說 就爆了 沒得看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原來 是這麼多人支持 梁天琦固然是一個本土派的icon 由在旺角的蘇聯 到他參與新東的補選 到2016年再去參與立法會 就被DQ 然後早前就非常不幸地 這個判刑太重了 我相信這個因素 令到這部電影在近期 再被人去提出 就是爭取去看 聽說Aurea 你去看那場是否爆了 我看那場是在6月10日判刑 我就在那星期五去看 爆了 我想都坐滿九成 其實電影院都不小 正常電影院這麼大 大概有多少座位 兩三百個 應該沒那麼多 但是普通的細血院院 再大一點的狀態 都九成滿 其實我看資料 是說長長都爆 不過那個慘位 就是 那個 縱使這麼爆 其實整個製作隊伍 都是沒什麼收入的 沒什麼收入 拍得這些都不是太計較 哈哈哈哈 你看回十年開始 其實十年都是一套很低成本的製作 不過那個題材 加上當時的口碑 令到這些電影 也都在社區 不斷有這些播放的機會 不斷營造一種氣氛 尤其是當年在金牆場 可以拿到最佳電影 也創造了一個紀錄 而剛才也說過那兩套電影 即是地口天高 以及消失的檔案 我們都覺得是一些 跟社會抗爭的主題電影 亦都是很多 無論是本好的 或者是一些黃絲 關心社會 想了解真實的時候 都會去看 始終現在的商業電影 很多都是合拍片 合拍片就是要跟中國 有中國的資金 或是中國的參與 看過你的劇本 很多拍了之後 其實都很不香港 或者經過了它 過濾 過濾了 呈現給你的電影世界 跟我們真實的香港認識 是不同的 反而我覺得 看回這些電影的時候 你才有機會 可以比較貼地 去真正了解 究竟現在我們想身處的香港 是怎樣的 我覺得這個 其實 藝術應該是這樣的 能夠呈現到 社會真實的一面 你覺得是不是 Eric 都是 我想講一講 我們今天提及的兩套電影 即是消失的檔案 和地口天高 其實它在電影裡面 屬於紀錄片 就是 紀錄片和其他商業片 很不同的 紀錄片一定是 會是那件 真事 真人真事去反映 香港其實電影市場 都算輕旺 但是紀錄片 其實就真的少了 我想都是很值得 大家去看 和去支持 首先沒有理它 製作質素高不高 但是以一個 和我們現在 當下息息相關的事情 其實真的很值得去看 沒錯 所以我們遲些 希望有機會 也舉辦一次的放映會 好 看看消失的檔案 剛才說起抗爭 其實抗爭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 教教歷史的時候 其實教教本身 就是一個抗爭的 宗教 是的 我們的名字也叫做普特斯頓 是的 你解釋一下 抗議教 所以有人叫做新教 所以每一個 如果覺得自己是新教徒的人 如果你真是新教徒的話 其實你應該有抗爭的基因 不然你不會拜新教 和現在我們所認識的 香港社會 就真的很不同 非常不同 因為我們想想一下 耶穌基督 他來到世上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法律賽人 當時的猶太教 他提出了很多挑戰 他所提出的觀念 在當時來說 是非常新穎的 以至無論當時的政府 甚至宗教的力量 是有一種很強大的張力 我們知道他最後是一個政治犯的姿態 死在十字架上 當然後來是復活 一本書叫做革命分子耶穌 是有太人的王 是有太人的王 是有所謂的 這個污名 我們這樣形容 只要用眼明的名字 這是基督宗教的誕生 後來他進入了天主教教會的歷史 始終這個教會都是人所組織的時候 然後慢慢有很多的腐敗 堂落 教皇也有私生子 去到中世紀是這樣做的 還有那些主教是買官的 是呀 和現在平常都很像 是宿罪卷 買術罪卷 然後建教堂 現在沒有人做這些事 很難說 有一間正在建 這些錢是怎麼來的 你想清楚 十億 所以到了五百年前 才有一個天主教會的教授 覺得這樣不行 教廷不應該壟斷整個宗教 提出了宋徒都能夠直接地 可以跟上帝有那個相交 可以自己看聖經 所以才有馬丁路德 才有我們現在的抗羅宗 即是新教的出現 到現在的時候 其實我們現在所處身的香港 跟剛才所提到的兩套電影 那個世界是差不多的 都是非常黑暗 黎明來臨之前的 是非常黑暗 我們現在的教會都一樣 所以有這個博陣 有毅勒言 有不同的性侵案的發生 我們覺得是反映了 因為現在的堂會那種霸權 專制的影響 你算是未見得光的 即是我們所說的 全部都已經是曝光 還有隱而未見的 那些可能永遠沒有辦法知道 所以我們也有門徒事工的誕生 希望能夠盡量做到一些事情出來 這個教教這麼黑暗的 今天的香港社會 可以憑著基督 即是效法他的腳步 可以能夠發出一些幹糧出來 這個會是盡力而為 真的盡力而為 好了 那有沒有補充 有呀有呀 我覺得門徒和抗爭都是 即是 怎麼說呢 不應該說糾纏不清 其實門徒的基因都很抗爭 你同不同意呢 作為一個發起人 如果不抗爭 你做一個宋盟的時候 就不會出來搞那麼多事情 你搞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要冒著很多被人去攻擊 被人去罵 即是我們這三年以來 我相信那個背脊 都已經中了不少戰的了 都已經 其實我想補充就是說 為什麼今天會講到這個抗爭 這個主題呢 因為去七一看一些事情 覺得很失望 但是被這個消失檔案的吸引 我就想起 其實 在我們新教 即是所謂中文的基督教 其實 我們都是有一些消失的真理 很恐怖的 即是現在 很多堂會是叫你愛堂會的 即是很多堂會是只見宗教 不見耶穌的 更加多的說法就是叫你 錯誤地詮釋那個 叫正教分離 你只要奉獻就可以了 以前賣淑罪卷也是一張卷 現在連淑罪卷也不賣 你只回來堂會奉獻就可以了 對嗎 張紙也會慳慳 張紙也會慳慳 進步了的淑罪卷 是不是 我自己覺得 其實整個基督教 都跟抗爭脫離不了 我自己去看 我覺得第一個抗爭的應該是摩西 所以摩西就帶領這個 以色列人出埃及 接著承接這個抗爭的當然就是耶穌 哈維也提了 接著再承接耶穌的這個抗爭 其實是保羅的抗爭 保羅和一些傳統猶太的習慣 有一個抗爭 接著我最想提到的就是 宗教改革的抗爭 因為我覺得我們門徒 在去年很辛苦地做了一個 新九十五條 其實就是盡顯我們門徒抗爭的基因 非常辛苦 由年頭辛苦到年比 所以我覺得 抗爭真的很值得我們門徒去說的一件事 我想未來這個節目時間關係 遲些我們都可以在抗爭上面 去做多一點這方面的論述 在我們的節目裡面陸續帶給大家 沒錯 其實我們新九十五條龍江裡面 後面也有一個環是說的社會的抗爭 我們在之後想想 怎樣可以把新九十五條龍江 每一個經大家去投票的項目 我們想想怎樣可以把它化為行動 因為真的很有意義 用了一年的時間去產生一個共識 我形容是一個香港現代的改革派的送途 那個集體的宣言 我們怎樣把這個宣言叫做具體化為行動 把它化為一個現實 其實就絕不是一時三可以做到 相信也是一個長期的工作 會是長期的工作 好了,我們第一節休息一間 第二節我們繼續回來